那看到這個收到這個車調的狀況 今天是國境連續到最後一天 國所公共來國境 幾天全白的車流量是 普通是要86禮拜一點四倍 上台的優惡是這個國境 國境國後的率算半空 國境早十點外開 四車就這麼多 可能會帶到今天會有八點 十月七十三十多這天 國境五號全白的車 過程後後就越來越多 只錄到十一半美一點 連續到十二點前 十二也就是連續到最後一天 再去十點車就開始越來越多 國境已經啟動交流度的關係 也未到索水房間外面 已經在五公里 國境表示 要收到這一天 是因為十百的車流比較多 西部的國境差不多在 下部三點以後會開始搭車 暗算到暗時六點七點以後才會倒倒消套 在西部國道的部分 國一大概是在新竹到湖口以及南屯到厚里 還有西羅到浦岩的路段會有庸塞的情形 另外營養營尾鳳台池秀建強 國道一號實際五國國國 五國英文國國的路段 還有國道五號 頭上所學的路段 可能會看風塞的情形 禁止大型的車塞進去 才是紅樓頂頂 國公教提親民眾 就要隨時注意 國道電池工房 最新的組織 配合相關的關節措施 既然是綜合部的